妈 你说什么说 不是 我 我的花瓶 嫂子 你说不说 我哥他真没在我这儿 不信你看 你看好了 妈 你别站着脚吧 花瓶 那狐狸精说的 都是真的了 金波 你爸是真的出轨了 完了 那照片也是真的了 妈 妈 妈 肯定不是 那个郭 我爸在北京 就你一个亲戚 他不来 你这能去哪儿呀 你好好想想 你肯定记错了 他在我那儿住不住 一个大活人 我能不记得吗 还有你 你砸我们家 动一干什么 你们俩口的知情 凭什么把活发在我们家呀 我明白了 你们是传统好的 对吧 你以前跟我吵架的时候 你不就说吗 你说你要跟金正阳找一个 比我年轻的 比我漂亮的 你是不是说过 你们传统好的 你帮他的 是吧 这事你可真冤枉我了 行不行 这事我可真不知道啊 但是 我哥要是真跟别人好了 我还真挺高兴的啊 我 你看看你 你飞扬发扈的 你能把人欺负成什么样子了 我哥一个大男人都包容你 包容到什么份上了 我说你说这叫 要不是怕我哥为难 我早就跟你吵了爸爸回家了 怎么着 你敢再炸我们家一样 东西你试试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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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 你真是 我 你说了 妈 是我火上浇油啊 你看看你妈都把人 记不成什么样子了 你 你胡说什么呢 我是那样人吗 那当然不是啊 你杀起我吗 就是 不是 不是 妈 你小心点妈妈 我 我 妈 我跟你说我现在就 就打电话给我爸 我把事情问清楚 妈 走 妈 喂 爸 在哪儿呢 你在那儿等着啊 我马上就来 我是爱你的 我真的是爱你的 你别跟着我 我不跟着你 你跟着谁 我跟你说啊 一活我儿子来 不许胡说八道 我不管 只要你娶我 真的只要你娶我 我肯定比他 比他对你好一万倍 我等着你 我告诉你 孙文娟 你 你脑子有毛病了 你知道吗 你最好上医院看看 你说的什么你都是 咱们俩不可能有任何瓜葛 怎么可能没瓜葛呢 你手机里的照片 我告诉你 我都看了 我一直是闭着眼的 我睡着觉呢 你说我跟你怎么怎么着了 我 你把我灌队了 要不然我不可能 她一点意识上都没有 你不讲道理 谁不讲 你妈 你是假装睡觉的 哎呦 儿子 儿子 你妈呢 你妈怎么样了 你都别提了 我妈都快疯了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说爸 我发现你变了 你现在怀里抱着一个 心里还想着一个 你还想着我妈呢 我谢谢你啊 儿子 爸跟你发誓 我跟他 我 我们什么事都没有 真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咱俩怎么什么事都没有啊 上个月 好妈还打掉一个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啊 什么 啊 哎我跟你说 你你少和我爸啊 我这点相信我爸 我爸这么大年龄的人 做得出那种事吗 对 孩子啊 你觉得阿姨是那种人吗 老金 没关系 你怕孩子难过 我可以等你 两情若长久 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可以等你的 吹无耻 无中相有 他借口坏人 他疯了 他说的是疯话的 我没疯 儿子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我能骗你吗 不是 孩子 您现在太让我失望了啊 儿子 您现在给我解释清楚了 没有一个女人会 会往自个头上泼脏水的 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别信他他 他疯了 他说的是疯话 他说的感情是真的 哎呀你别别别别别别 我跟你说啊 不管你们感情真的假的 不管了 我回来找我妈去 我 你好自为是吧你 儿子 千万别 我是爱你爸爸的 真的 这个 孙文娟 我掐死你 你的心能有啊 我还要要 你把我弄痛了 不就 咋了 跟我走 上我们家跟我老婆 还得解释清楚 不然咋俩没完 你慢慢走嘛 你轻一点 我激了我手指都干不出来啊 你弄痛了 你家了 人家跑不动了呀 妈 身體 姐怎麼樣啊 媽不吃了 你先吃吧 這樣下去媽的身體也受不了 你說爸這人也真是的 平時教育我們的時候道馬恩人 這自己做起事情又另外一套 行了你別提爸了 你還想讓媽受刺激啊 你快點 進來 你快點 花生巧 我給你賠罪來了 我把尊魁禍鼠給你帶來了 你先別 你還敢來是不是 你先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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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你聽爸解釋 有什麼好解釋的爸 閨妮你聽我給你解釋好不好 你已經把媽傷成這樣還不行嗎 你趕緊走吧 不行了走走走 今天我見不到你媽 我不能走 我求求你你別欺負 今天把媽欺負了 今天來了 爸 爸他自己開門進來的 我有 媽媽媽 老婆 你聽我解釋 誰是你老婆呀 滾 你過去 那不滾 你聽我解釋 走 聽我說 我我我真不是想跟你裂婚 我也沒出軌 總之 你跟我說過要要要要 實話實說的 你現在說實話 快說呀 你實話呢 瓜姐 你別難受 真的我看見你這樣難受 我心裡也不是死 我 我 我說實話 你快說 說我說 老金跟你離婚 是一時衝動 他其實不想跟你離 他因為 因為 他說你脾氣不好 對 我真沒想跟你離婚 我就是想借這個機會 嚇唬嚇唬你 讓你改改這個脾氣 我真沒想跟你 你又騙我 照片我都看見了 哎呀 那是我喝醉 他把我灌醉了拍的 其實我什麼都沒幹 你 你跟我發過誓啊 你你你罩子了 什麼事都沒發生 花姐 你想一想 如果我倆真沒那事 為什麼他要跟我 拍那些照片呢 就是犯了嗎 就是犯了嗎 你啊 爸你真的是太過分了 你怎麼跟你做這樣的事情 你還拍照你 別心虛 你今天把話說清楚 你把話說完 你說 他事事先跟我說好了 說 說你們倆離婚的時候 他一分錢財產都沒得到 他說 他必須得得到財產 因為將來 我們還要結婚 我們還要生孩子 我們還要過日子 怎麼能沒有錢呢 你胡說八道 滿嘴坑碎 我接受了 媽 媽 媽 你們倆快出去 孫文傑我現在 我恰是你心中有啊 我還人 我還出去 媽 換人家給我 媽 我想 媽 我這兒子兒子兒子 你別說了你別說了 你現在把媽氣死 你是不是 媽 我告訴你 你要讓我發現 你故意破壞我們家庭 我饒不了你 滾 饒不了我就給你 你別怕 媽 聽我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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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媽 沒事 媽 太猖狂了 太猖狂了 你說我這超水牛水啊 你輩子給他們老幾天 當地有做法 連兩頓都真是下場了 媽 謝謝媽 你什麼 你說我這造了什麼年 我給你 我跟你說 媽 我 我連死的心都有了 我不想活 媽 別這樣 我一會兒出門啊 我一出去就感覺 人家都在我背後 吱吱吱吱吱的 我一輩子要強 媽 最後就不得去跟佳佳的 媽 沒事 你不還有我們的嗎 就像媽 不管發生什麼 我們倆都會不會在你身邊的 你們能出去嗎 讓我自己哭一會兒啊 你跟我說實話 你是不是有什麼把柄抓在人家手裡啊 在外邊搞什麼蛹蛾子 讓他給逮著了 志峰 你是我親妹妹啊 我能不跟你說實話嗎 你哥的為人你不清楚嗎 我就是有那個心 我也沒那個膽啊我 可是現在 我倒這黃河也洗不清了我啊 也就是你能忍他這麼多年 要是我的話我早就跟他離婚了 也就是你啊 脾氣太好心眼太好 才被那個泼妇欺負成那樣 你你也別這麼說 這花痴孝畢竟人不壞 那為我們那個家為那孩子 他的貢獻不小 他就是脾氣 認清行是吧哥啊 你們現在已經離婚了 在法律上沒有任何關係了 你就是向著他 人家也不理你的情 你看看他處處以自我為中心 有眼不濟 哥 看樣子我在你這兒也住不成了 我出去住吧 那你上哪兒住啊 我我先替活著腳給你陪個不是 哎呀哥 我上飯沒主意 走了 哥 瓜實俠 這回隨你去院了吧 你是不是特別高興 我告訴你 你高興 我比你還高興 我這輩子 就從來沒這麼高興過 我 哈哈哈 嗯 我高兴了 傻呀 干一个 干 好 日方 开门 谁呀 上外面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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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童怎么样 这是童童奶奶 妈 这是童童的主治医生金大夫 阿姨 您好 金大夫 您好 我这孙子就拜托您了 您一定好好地治好他 阿姨 您放心吧 我们会尽力的 我们会尽快地给他安排手术 那手术大吗 是不是很难做 这个手术在我们国内已经非常成熟了 您就想着 你衣服破了个洞 您需要把它补一补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咱们只需要把这个小小的洞给补上 就没事了 听你这一解释 我也就放心了 没事的 来 童童 阿姨给你检查一下 你看 这医生又有学问又漂亮 一些正常 那阿姨 我先出去了 金大夫 那个 我妈已经把钱带来了 你看孩子的手术 那太好了 我赶紧通知他们 让他们尽快安排 谢谢 没事 我看谁敢动 谁敢动 谁敢动 我看谁敢动 是你啊 哎 小丫头 你这小丫头 你这 你 没人啊 还没人啊 你这 是谁 谁敢动 没人啊 老金 哎呦 哎呦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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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管 你别管我 来 我背你 你背你 我背你 你背谁不用你 我自己能 不是 你看 你自己能行吗你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不是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酱啊 因为我不管你谁管你啊 你这腰谁弄的 是不是我弄的 我弄的我不管你行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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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老金 哎呦 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别生气 别 哎呦 哎呦 我带你去做按摩一下 这 大家 不行 慢啊 哎呦 你别放我 别放我啊 怎么过来 你别对我大胡小叫的 那你受受不及 你 你就给我保持距离 就在这边用了啊 你干吗呀你 我跟你说 宋永俊 今天我就是探在这儿 有些事儿 咱得说清楚 什么呀你就说清楚 我问你 你 你 你到底怎么想的 啊 我金指阳跟你没怨没仇啊 你干吗非要当着 我老婆孩子 他在这边你陷害我呀你 你还怀孕 你说你这一出一出的 你按照什么心 我什么心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你什么心 那你想知道吗 想 想之后跟我走 少废话 听不听啊 走不走 走 哎呦 走 哎呦 你慢点 哎呀 哎呀 来人救我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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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这人住这儿从来没后悔过 赶紧办 听人去想吃饱饭 你再慎重考虑考虑 你 离 离 昨天开始 我们俩就正式在一起了 我真没想跟你离婚 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 吓唬吓唬你 让你改给这个脾气 哎呦 怎么了啊 哎呦 哎呦 我手中了 别揉了你啊 哎呦 你比华日叫的手把插住我了 哎呦 要不然咱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哎呦 你给金娜打个电话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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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机 在哪呢 到底到底 哎呦 这边 那边 这 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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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怎么着 肯定是做手术的 我先凑我拍一会吧 晚饭之前要还不见好的吧 你就把我送花枝叫那去 让他给我看看吧 你真就是贱 你俩都离婚了 他现在还能管你啊 就算我现在不是他老公了 我还是他患者 那你现在跟我说清楚 你你为什么要陷害我 我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 谁陷害你了 我为什么让你死 我爱你还爱不过来呢 哎呦 孩子 哎打住打住 什么是孩子 谁是你孩子呀 你跟金娜一边的 我都可当你爸爸了都 那怎么了 你别跟我开这玩笑好不好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了 我是那种开玩笑的人吗 人家就爱你 你不知道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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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真不用故意的 我这这这这 哎呦我 你说你真是的 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在儒品公司工作 咱全家福奶粉补盖 知不知道啊 你要每天喝一杯 你何苦这样呢 动不动就这扭了 动不动就那疼的 你看看我 我这大粗腰 为什么这么结实 每天两杯 这等会儿 你是公家的你别动 到时候我掏钱补行吗 啊 你逮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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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你坐下来说 不行不行 那我喂你啊 什么 我不喝 什么叫你不喝呀 咱这奶粉 咱这奶粉多好啊 对不对 来喂喂 来 我自己会 你会 花花 你来的时候 我将你起不来 我腰扭了 你给我扎几针 能走了 我马上跟你走 不用了 金正阳 你还说没事是吧 都这样了你还说没事是吗 你别睁着眼睛说瞎话好吗 花花 别走 别扔下我 另外 我想向你澄清一件事啊 我每次扎你虎口 你都以为我是在提罚你 我今天告诉你 你从年轻的时候起 就肺热爱流鼻血 我给你扎针是给你治病 我要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 这么不识人 我当时就应该让你 让你流鼻血流死 你让谁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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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知道让我流死呢 别说了 别 别内受 别内受 有什么了不起的 行啊 你会扎两枝吗 都说我也学着给你扎针 你惦记这种人 你不是见识什么 一趟趴趴趴地跑过来 就是为了受这种屈辱 我告诉你 你们已经离婚了 没有关系了 你要再惦记这种人 就没有人格了 你干嘛去啊你啊 你别动了行不行啊 你别管别管 别给我添乱了 我怎么给你添乱了 我这不是替你出口恶气吗 我不稀罕 我不稀罕 什么叫不稀罕啊 孙文权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告诉我 我求求你 你告诉我行吗 我是爱你 你知道吗 他一天到晚 都对你要我喝溜了 你倒像个哈佛狗一样 我对你真心诚意的 你倒是说我害你 你有没有良心 打住 别说了 不议跟着我 新产 Ja 你再没让我良心 你太乎情了你 妈 到了 妈 这就是我在北京租的房子 这一居室啊 妈 这边 妈 就委屈您一下 和童童住这间房 那你住哪啊 我 我就在这儿 弄个刑津床就行 你干嘛不租大 大一点呢 妈 坐 你每天这么忙 你睡客厅怎么行呢 北京的房子这么贵 花那月往前干什么 妈 儿子啊 委屈您了 好好的大老板当不成 好好的加油散 你说怎么就会走到这一步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咱们往前看 等童童都玩手术 我去找工作 挣了钱换个大点的房子 那你就不能在旅行社干啊 以前你做得挺好的 一个行业离开太久 就不容易回去了 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来北京了吗 可以从头开始的 行了 不说这些了 妈 我得给童童打饭去了 好 你先歇着 你当心啊 嗯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呀 说话 是我 我来拿几件换洗衣服 你眼睛瞎呀 看不见不在地上的吗 那什么 我想跟你聊几句 没什么好聊的 拿着东西连你走嘞 你开开门好不好 我想跟你说说 其实我跟孙文娟 我一个字都不想听 拿东西赶紧滚 都离了婚了你干嘛 还这么凶啊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房子也有我一份 房子还有我的名呢 你要不要脸 你一毛钱都没有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这叫婚内出轨 你就应该净身中处 我跟你讲 我把这字笔给你 就给你脸了 能不能有话好好说 说不了 跟你这种骂人副业的东西 有什么好说的 想当初我妈说 不让我嫁给你 你们家球能叮当响 结果我 给我妈都决裂了 我妈都不要了 我跟了你 结果你呢 怀着进步的时候 我说不要 我不要了 你非要不可 因为你们家旦传呢 结果你不让我帮孩子生下来 结果怎么样 Lös nada 大伯给我开除了 这不是 我就从大医啊 你 大大 назыв的位置上 你就就瞎了啦 你二十多年 我全身新做到你们身上 可你怎么对我呢 你怎么样 这狗该吃了 你って 你给我说 对 你听我说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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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得对 我是手拟手惯了 我是剪骨头 哥 志芳 去 把你嫂子叫进来 我要一次性地跟她摆着清楚 去 志芳 爸 老金 你没事吧 能没事吗 志芳 先出去一下 哥 我们开个家庭会议 我 金波 把床给爸摇起来点 好好好 你 你行了行了别太高了 你想说什么呀爸 说什么 还不是想把责任都推到我头上 黄志俏 我提醒你 今天你就让我说个痛快 忠心不许长嘴 家主不可外雅 我今天就当着孩子的面说说 咱俩走到这一步 到底是谁的责任 还有问吗 明白这个事 我知道 你想说那个孙文娟是吗 孙文娟那孩子她有病 她脑子有问题 我现在说这些你都不相信 没关系 我相信时间长了 事实真相 她自然会浮出水面 什么事实都明白 我说说咱俩的婚姻 不多说 我就说两件事闹得咱们差点离婚 第一件 当时 今大八岁 今不是四岁 那时候你奶奶 在咱们家伺候咱们一家子 你妈 从来就没给你奶奶好脸子看过呀 有一次做中午饭 奶奶说让妈去买瓶酱油 你妈说天太热了 不去 凑回论得了 你奶奶自己亲自来 跑到楼下的超市去买 可 回来的时候就摔在楼道里了 把腰给摔折了呀 行行行行行 你说 我妈怎么就让你那么 好 好 第二件事 你当时十八 金波十四 那一年我们单位开年会 人家允许代家属 都把媳妇给带起来 可是你妈 他他 她欠我们单位什么 荡次低 配不上高贵的他 他就不出席了 好 你不来就不来吧 年会散的完了点 他怒气悄悄地跑到单位去 当这么多人那边劈头盖来 他就一动输了我呀 你把孩子都说乐了 你听我说 画这俏 我也是一男人 我是一大老爷们 你说你当着那么多人 自从那以后 我在单位就从来没抬起过头来 我差点下岗了我 金志阳 你别委屈我行吗 你说我把你弄下岗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你还养活一家子人呢 是吧还指着你呢 没有的事 行了妈这都医院的 你听我说完了好不好 你说说说 你说我是一万万富裕的小人 那我现在就跟你说 我为这个家我到底做了什么供业 结婚以后 每个月的工资 我一分都不少全交给你 我兜里就 就从来没抄过五十块钱过呀 你自打结婚后 你根本就让我跟我们家的亲人 全都脱离关系 你在这家里面 专横跋扈 唯你独尊 作为作父 强词夺礼 我 我都不知道身体什么好了 行了行了爸 你这算是过瘾了 你说吧 没有紧追啊 先到这儿 我今天 我就看着你伤的这个份上 我不跟你倾强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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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快去追我 你看老爸 行了行了行了你 回信了 我彻底回信了 然后他走 他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杜牧桥 我们没关系 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没关系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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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活得太别心了 我是 我 娜娜 不 真的像你爸说的那样吗 你们心里都怨我 是这样吗 我今天要听听你们俩 说说心里话 我倒是没什么意见 主要是看我紧 说吧 妈 我说您在我们家 确实是太强势了一点 别人就没有发言权 你包括我和金波 我们私人问题 那都得听您的 不听都不行 您就是太独断专行了 太蛮横无理 根本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 我是个男的 我特别理解我爸 您老是当着我们俩的面 来训斥我爸 你让我爸心里怎么想 他能好说吗 是吧 姐 就拿我上次离婚来说 本来我跟小王在一块 虽然因为孩子的问题 是有些分歧 但也不至于要到离婚的地步 就是您觉得他不行 他对我不好 您就在那搅和 我觉得我可以好好跟他过 就这么被您搅和搅和 这婚就真离了 这刚一离婚 你又让我见这个见那个 不停地相亲 给我找出路 我又不是动物 我没有感情 我跟谁都能在一起吗 你让我姐相亲也就罢了 我才多大呀 你就给我介绍对象 就说前段时间那个胖妞 您硬说我跟他合适 我们俩可以凑成一对 你看他那身材 有我两个那么大 我站在他背后 你都看不见我 就是人家家里有钱吗 你就觉得我跟他结婚了 能过好日子 能幸福 幸福什么 这是谈恋爱 这是婚姻 这不是买卖 拒绝买卖 就拒绝伤害 都说完了是吧 妈 妈 什么情况呀 我说错了吗 金大夫 为什么我儿子的主导医生 变成了你 程医生呢 是这样的 程医生昨天在事故现场 抢救病人 手受伤了 他现在的状况 不适合做手术 所以院方派我来接替 他完成这个手术 我之前已经做过 万全的调查 程医生是全国 所有大夫里面 做我儿子这种手术 成功率最高的专家 我们也是因为 他来到了北京 排了这么久的队 终于等到他了 我不能接受 临时换主导大夫 你的心情我明白 但是你要想一想 童童等这个手术 等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好不容易排到 这个手术的时候 不能因为你单方面的 不信任 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而且我们院方 能派我来接替这个手术 也是因为我有足够的 经验和把握 不不不 金大夫 我不是怀疑你的医术 如果今天手术的是我 我一定相信你 但是现在是我儿子 我唯一的儿子 我不能让他有一点闪失 你能明白我们 做父母的心情吗 我非常明白 你做父母的心情 但是我也还是要建议你 不要再为了等陈医生 而耽误了孩子的治疗 我知道 我们之间 曾经有过一些误会 但我也请你相信 我是一个有义得的大夫 我要找你们领导 你等等 你刚才说 陈医生是我们这个医院 做手术成功率最高的医生 是吗 在我们医院做这类手术 成功率第二高的 是我 金娜 我很能够理解 所有的病人都希望能够找到 最好的医生来做手术 但是这么一个诺大的医院 难道出了陈医生 其他的大夫和护士 都不值得信任了吗 而且如果所有的病人 都等着陈医生 来做这个手术 才能痊愈的话 那是不是大家都失去理智了 所以 我还是恳请你 能够相信我 好吗 你遇见我 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都想了 你看着天 我看着云 想想你在想什么 你的眼睛 好像清醒 里面是否会有我 花香似义 微风吹过 没有什么不可以 然后你就成了我的苏联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 他会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靠近你 我以为他爸有病啊 我以为他爸有病啊 你年轻 你皮肤有长 后来花开花落 你在心里没离开过 然后你就成了我的苏联 然后悄悄打听你的消息 他会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 靠近你 是这样的 你就像了我的俗语 然后悄悄地听你的消息 他们说你喜欢甜甜的东西 我就试着试着努力靠近你 谢谢你成全我的心理 我怕和你在见了我 他们说爱情成长会有折磨 我只要反不顾身学情 你遇见我 我遇见你 于是我们都笑了